高溫炎熱 機車坐墊溫度 真的曬沒幾分鐘 飆到七十度以上 怎麼坐得下去呢 在高雄人舞 就有家便當店 只要民眾騎機車上門 就有一個阿伯 會自己拿自己做的紙箱 幫你鋪在客人 機車的坐墊上 不只幫客人找停車好位 阿伯還有獨門服務 機車才剛熄貨 就看到阿伯拿起紙箱 朝對方走去 他那個比較笑 他是誰啊 想說他怎麼要拿個箱子 來做什麼呢 原來是要幫我蓋那個車蓋 買完出來屁股都不會燙 一回聲二回首 老顧客都知道 高雄人舞的這家便當店 有位貼心阿伯 會拿DIY紙箱鋪在機車坐墊上 大太陽下的機車坐墊 究竟有多燙呢 我們實際來測量 這一台75.4度 那麼這一台 也是74.4度 這樣的溫度 不小心坐上去 都很容易受傷 如果停大概兩分鐘的話 這個大概就很燙 坐起來有沒有比較不會燙 有喔 還很多喔 便當店前的機車 通通穿上新衣裳 成為另類景象 由於紙箱寫著排骨便當 這樣專用貼心設計 不少人誤以為 阿伯就是便當店老闆 你是房東喔 你是房東 好 好 這樣房東人蠻好的 跌破大家眼鏡 連便當店老闆 一開始也嚇一跳 他就把我們的紙箱 在後面裁切 我也不曉得他在幹嘛 後來裁切完之後 弄出來 我才知道說 他很熱忱 幫我們拿 蓋客人的椅墊 他說因為多太燙了 說來也真巧 阿伯的房子 14年來沒有租過人 這回是年輕人 想開便當店 硬著頭皮 登門拜訪求租 做一 兩位 對 我做一家看兩位 房東免費 幫房客服務顧客 成為便當店的神隊友 我跟妳年輕的時候 一定是Top 6 阿伯年輕時 開不鏽鋼螺絲公司起家 後來又做電動機車 高雄總經銷 現在除了是房東 也是免治馬桶 和日本植物染髮劑的經銷商 如今因為自己的骨道熱腸 做了遮陽紙蝦 讓他討論度破標 記者 葉紅蓉 許淳文 高雄報導